我 知道你救了我之後 把阿太也就看開了 但是啊 他提了四點要求 還是希望你落實一下 第一 婚後一定要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 我媽身體不好 需要我們照顧她 那再說了 老兩口一直把你當兒子 這一家人整整齊齊 婚婚短短的在一起多好呀 這個你可以答應的啊 反正我不管 不接受也得接受 第二 出任務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現在有爸爸媽媽了 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了 對不起我忘了 你現在已經不是刑警了啊 叫你也得注意安全 第三點 這可是我媽媽跟我說的啊 媽媽六十歲之前 必須得報復完成了 所以呢 小恩子 你陪我努力了 轉著頭你看著我 咱先說好啊 我要是生女兒的話 這眼睛必須得隨我啊 我要雙眼皮了 第四點 我生日九月幾號 九月六號 那咱倆的婚禮 就定在九月六號好不好 我告訴你安心 我這輩子給你省天省大發的 你知道嗎 你這樣你以後 你每年只送一回禮物 就可以把我打發了 嗯 來 來 我給你看看 這個呢 是我專門挑的情編 來 接下來呢 這個 是婚紗 我找思怡 輸了一大堆哦 麻煩了 你 我們是二十年來 你不膩嗎 膩啊 特別的膩 頭兩年我就已經膩了 我告訴你 那怎麼辦呢 就忍著唄 六年 沒見 我真是每一年 每一月 每一週 每一天都在想你 只是呢 想愛想去 我發現那個想有點不對勁耶 怎麼不對勁 其實我也搞不清楚 然後就一直在思索 一直在反思總結 最後我發現 哦 這個想這個 這個就就就是就 是 哥哥對妹妹的想 不是男女之間的愛 來 安心你犯什麼病 你你你 發燒了是不是你啊 我不愛你 哦 那個什麼婚前恐懼症 是吧 孟宇你聽清楚 我不愛你 我們兩個之間不是愛情 不是你發什麼神經啊 這不是愛情 這是什麼呀愛情 你告訴我這是什麼 這真的是愛情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別鬧了好不好 安心 我 我知道你那兒 這兩天出事 你心裡不太好 但是這是兩碼事 這不一樣的 咱不想那些了好不好 聊聊個 聊聊是咱倆的婚禮 你來你 你請誰啊 你們的單單位的同事 你都得叫什麼 你說我呢 我又沒有進電視台 那我老師同學 那都來呢 是不是人太多了 不是你 你先幫我想想 是不是人太多了 孟宇 我真的不愛你 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你 找一個愛你的人 你們好好過日子 結婚的生孩子 只要你們幸福快樂 走也安全 可是安心 你說 安心 你幹嘛去啊 安心 安心 你站住 安心我讓你把話 說清楚了 你站住 你是不是對那幾個條件 你覺得不舒服對不對 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講嗎 我們改一改嗎 那實在不行就不做嗎 你不想跟爸爸媽媽在一起 說那我們兩個 就搬出去住唄 安心 安心你先站住 把話說清楚了好不好 我都說了 那些條件是我媽說的 然後我寫下來的 老兩口也是覺得我們大家 都是一家人 大家也都是為了你好 你怎麼這麼不懂事呢 你到底怎麼回事啊 安心 你先把話說清楚好不好 你還走你別走了 安心你站住 安心 你再站住好不好 安心 你說那是友情不是愛情 你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也是這麼想的 我跟你一樣 我也從來都沒有愛過你 從來都沒有 幹嘛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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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